大家好 欢迎收看了点球 我是两哥 本期为大家带来2011年世界竞标赛 奥萨利文对阵戴尔 戴尔的这根失误让奥萨利文又有了重新上手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球局 实际上这个球局非常的有难度 左右两边都有边库铁库球 此外 低分区 红球彩球都混杂在一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奥萨利文如何处理这一大堆的问题 因为刚才击打的红球是在带口附近 这种球呢就是对母球的控制非常难以掌握 目前的这个位置要想继续进攻 那么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打黄球 一个是打黑球 任意选择一颗彩球打进以后 母球都需要走到绿球的右边 这个位置才是最合适的 导播现在也给出了一条线路 黑球打进 母球也顺利走到了预想的位置 这个角度呢 需要一库上来之后 再踢一下彩球 但仅仅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会是一位最好的预警 从来到的冲场 如果能赢得到这份设计 如果能赢得到这份设计 现在 No It's the sort of challenge that he relishes really when situations like this John Absolutely This will really switch him on so to speak But there's still those two red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ble near the Be the blue that would get him to possibly move either of the two reds 15 If he gets The red that's going to be next to the green when it's re-spotted And he gets a good angle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off the blue He may have to do it off one of the balk colours now to leave a good angle But the blue is the better one to try and move them from Well that's pretty good because he's now got an angle on the black To drop it in and move that one near the right corner pocket No 剛才在綠球旁邊那個紅球一個低竿下來 叫黑球就是為了留下角度來K邊闊的這個紅球 不過非常可惜沒有K好 Roney O'Sullivan 26 奧斯利文選擇了防守 這一看下去呢 兩個紅球都被死死的擋住 這一竿差一點點的角度沒有救到球 與紅球擦肩而過 這一竿是519球 但是沒有形成自由球 沒得選擇 紅球進攻也不好進攻 因此奧斯利文會長戴爾重新來過 這竿是Yan Verhas 哦 它看起來很不同 它看起來很不同 它看起來很像一個頭部 那竿是頭部 這挺不錯的 這竿是穿著 看這竿 你想要穿它太細緻? 他做了 這一竿雖然九道球 但是給了26一個中遠台的機會 這種修難度不高 太多的四點打擊了 因為他仍然有那些紅色的 在左邊的右邊的保護 我只是想問 他在白色的結束 能夠上去紅色 或是 他在看白色的 所以當然是沒有 是有方法 他可以到處理 他會把紅色的 是有方法 他會把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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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五 五 这一杆红球确实是打得太准了 戴尔这一局输得真的是没话可说 我认为他有一个很高的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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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说是一个比较的一种 11 那是一种红球的红球 如果他有红球的红球 他会比较比较更高的红球 能够得到藍色的藍色 而且他差不多了 他可以打到藍色的藍色 他還需要藍色 所以他必須得到藍色的藍色 18 他的左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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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比较 victims 藍色和紅色的手手手手手手手想到好的 本期到這裡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見